Starbucks一直是许多人想用咖啡的好去处 世界各地都有Starbucks的踪影 每个地区的星巴克还会融合当地环境和历史文化 打造出不同的建筑风貌及氛围 今天为大家选出 五间超有特色的星巴克 如果有到 的朋友 一定要来这边朝圣达卡丘的 第一间 Starbucks Reserve Broastery 手间 烘焙工房 一共有四层楼 是由 著名建筑师威延无设计打造 从外观就能看出设计师独树一格的风格 烘焙房内拥有一台全球最大的巨型红制烘焙机 店内摆设有一种魔法世界的美感 喜爱喝咖啡的朋友一定要来这里一趟 Starbucks Reserve注册Roastery Tokyo 地址 东勿黑区青夜台23年2月19号 营业时间星期一日日早上7点到晚上11点 交通石高大桥一东口中勿黑翼 步行约14分钟 第二间上野恩赐公园店 上野最著名的就是赏英拉 周边有 艺术大学国立博物馆和美术馆 在这里随处都能感受到艺术氛围 而园内的星巴克店内摆放了不少 艺术大学的画作及艺术品 有别于其他咖啡店 这间分店有69个开放式座位 让客人能够边欣赏自然环境 一边享用咖啡热腾腾的咖啡 如果幸运遇到樱花季 还能一边赏英拉 Tilda 上野恩赐公园店 地址 豆台东区上野公园8到22 营业时间星期一日8am9pm 交通上野一公园口 步行约7分钟 第三间 石中小路店 有小江户支撑 古色古香的房屋是许多游客到 近郊必去景点 石中小路店是利用奇遇现产的山木建成 从外观看起来想是日式丁屋 和当地旧式建筑箱呼应 在浓浓气息的环境下喝一杯冰咖啡 也是非常独特的体验Tilda 中苏吉通日店 地址 奇遇县 是幸挺15到18 营业时间星期一至日上午8点到晚上8点 交通本 一步行约19分钟 第四间 玉城亭店其实这间星巴克的前身是 知名漫画家恒山隆一的住家 后来改建成现在的星巴克分店 店内保留了许多旧宅的元素 像是屋内的日式庭园保留了原本的樱花树 紫藤架和水池 池就连在地人也大推正式 最美的星巴克 连仓玉城亭店 地址 神奈川县连仓市 玉城亭15到11 营业时间 星期一至日上午8点到晚上9点 交通 乘僵尸导电车到连仓翼 步行约4分钟 或Junior连仓翼西口 步行约5分钟 第五间 青森红前公园前店 这间分店其实是在青森 但绝对是你值得一去的分店呀 这间星巴克市赏英明所 红前城公园附近 是由1917路均第八师团 长官社改建而成 而成为 第二间有登陆有型文化财的店面 大正时代的阳式建筑 搭配现代化的星巴克 新旧合一的独特氛围 只有到了现场才能感受得到 红前公园前店 地址 京森线 上白银艇1到1 营业时间 星期一至日早上7点到晚上9点 交通 中央红前翼 步行约18分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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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